一帮混混在骚扰少女 幸好她的父亲及时出现 赶紧让五个女儿都回到车上 并警告混混离自己女儿远点 但混混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她给抱打一顿 被打趴下的父亲没有还手 以血还血 而是选择收起了拳头 这并不是一种懦弱 相反 父亲在年轻时天天打架 因为他的肤色与底层身份备受歧视 但在挨了无数的拳头后 他终于明白人贵自重的道理 不难想象 这位黑人父亲将五个女儿都教育得很好 同时也很会鸡娃 甚至为他们写下了78页的职业计划书 很快他就发现有两个女儿既有运动天赋 很可能成为现象级的网球天才 不过这样的想法就和做白日梦一样 因为在上个世纪末的美国 网球仍然是属于富人的烧钱运动 培养网球天才需要丰厚的资源 在贫民窟想要通过网球来实现阶层跨越 难上加难 不过父亲并没有气馁 他无比期望自己的女儿出人头地 就一定会付出行动做到 父亲虽然做着保安的工作 但他仍然抽出时间陪女儿训练 而且由于所处环境的安全指数低 闲杂人等和三教九流过多 因此父亲也要时刻警惕枪声 为女儿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如果一不小心就要挨拳头 不过这些困难都难不倒父亲 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 由于父亲本身的专业能力不高 他得另寻网球教练为女儿们上课 但看到这样一个贫苦的父亲 没有网球教练答应他 只会迎来白眼与嘲讽 直到父亲直接带着两个女儿 来到现场恳请教练测试水平 教练本来瞧不起他们 认为只要随便打发了就好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 两个女儿的水平实在惊人 让教练发现了可用之才 于是他抛给了他们问题 看到两个女儿的实力与野心不小 教练有意收他们为徒 不过由于精力有限 父亲也无法支付什么费用 只有大女儿可以得到真赚 小女儿因此感到十分沮丧 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如姐姐 母亲安慰他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要勤家练习 小女儿一定也不会落下课程 于是父亲录下大女儿的训练视频 为小女儿作为学习素材 由母亲和小女儿陪练 就这样 两个女儿在刻苦训练中风雨无阻 惊人的野蛮生长 很快两个女儿就被教练安排 参加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这样不仅能够积累实战经验 而且还可能被金牌经纪人耐入囊中 虽然解决不了一家的经济苦难 但是请教练的费用就不成问题了 面对第一次大赛的到来 大女儿显然有些紧张 不出所料 她的首发失利 幸好大女儿迅速调整了状态 之后的每一发都是神仙球 打得对手目不暇接 毫无疑问成为了冠军 这一场比赛后 大女儿有点飘飘然了 父亲健壮立即教训她 不能轻视对手 而且每个人付出的汗水都值得尊重 还为女儿们布置了课后作业 谈谈看完灰姑娘的观后感 并教育他们应该学习灰姑娘的谦逊 君子圣不交败不美 唯有喜怒不形于色 才能在心理博弈上领先对手 不过父亲鸡娃的方式 引起了邻居的不满 他被举报虐待儿童 父亲无奈地让搜查人员检查家中 他坚信自己的教育方式没有问题 几个女儿也没有怨言 未来他家将出现网球巨星 还有医生和律师 搜查人员了解到他只是鸡娃过度 并非虐待 便没有深究下去 在之后的网球大赛中 大女儿的名声被率先打响了 她的冠军奖杯拿到手软 出色的战绩都上了电视 因此大女儿也被金牌经纪人盯上 但是由于肤色的问题 大女儿和父亲并没有得到尊重 父亲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他立即对了回去 这一单交易也不了了之 随后网球教练也表示 大女儿应该继续走打比赛拿奖杯的路 这样才能为成为职业选手铺垫 但是父亲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因为他考虑到了大女儿的学业 不能因为比赛荒废了本应完成的学业 网球教练见父亲如此固执 感觉无药可救 果断结束了合作 于是父亲继续寻找下一个教练 这一个教练颇为爱才 是个独具慧眼的伯乐 教练自然欣然收徒 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囧困 区别对待两个女儿 更何况从前没接受过亲手指导的小女儿 也凭借训练视频与母亲的陪练 成长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 父亲借机向教练提出举家千玺的想法 因为他和妻子分不开身 应该给五个女儿都安排好学校 同时保证大小女儿训练 教练也答应下来 然而教练低估了父亲的深谋远虑 在签约完合同后他才发现 父亲要求大女儿在三年内都不得参加比赛 以保证大女儿的学业优异 但这让教练大为不解 因为大女儿本来就是当职业运动员的料理 这样分心无异于再削弱她的运动实力 但父亲考虑到她在退役后 不能只靠网球为生 更应该规划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不被金钱与荣耀诱惑 走向深渊 不过母亲认为父亲在干涉大女儿的自由 即使她还小 也应该遵从她自己的想法 平衡学业与职业道路 于是父亲找到了大女儿 让她自己做出选择 大女儿表示自己有信心 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成绩 同时不落下学业 于是大女儿重回赛场 在沉寂了三年后 这个实力强劲的网球选手不容小觑 各家媒体都争先恐后的报道 等着看大女儿的表现 随着舆论的发酵 有一家投资商认准了这个香波波 在大赛的前一天亲自登门拜访父亲 交给她一份300万美元的合同 这样的机会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 多少窘迫的家庭 都渴望培养出明星选手 以改善生活现状 但大女儿也在警惕这份诱惑 因为还没有打比赛的她 就这样坐享其成 实在太过轻易了 大女儿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在收获 便拒绝掉了这份合同 在第二天的赛场上 大女儿虽然出事不利 但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拿下比赛 虽然还没有一举多亏 但也引来了投资商更昂贵的合同金额 不过大女儿仍然不愿意签下 教练在一旁煽风点火 表示明天是一场应战 竞争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大女儿赢了就是冷门 但如果输了 签下的合同至少能让一家人吃喝不愁 但父亲仍然拒绝了这份诱惑 他相信大女儿的实力 果不其然 大女儿在决赛上表现出色 神仙球更是一发接着一发 只要再拿下一分就能赢得比赛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竞争对手提出要去上厕所 实际上这是种扭转局势的谋略 会让本来进入状态的选手走神 从而让自己占据上风 竞争对手利用这十几分钟调整状态 迅速掌握了主权 大女儿虽然实力在江山在 但是已经有三年没参加过大赛的她 还是被打得乱了阵脚 最后几乎是崩溃着输掉了比赛 在失忆间里 大女儿难过地痛哭着 为自己的市场感到惭愧 父亲与母亲则紧紧抱着她 用心地安慰她 父亲鼓励大女儿 她就是未来的世界冠军 她要抬着头走出去 在赛场外还有一群等待她的粉丝 为她加油骨气 看着粉丝们的一张张笑脸 大女儿的心中也感到暖流在汇聚 不能打败她的终将使她更强大 之后大女儿越战越强 以一千多万的美金合约 和知名运动品牌达成协议 这丰厚的合约 远远超过了在比赛前夜 让她分心的那份合同 父亲眼看着五个女儿成长 真的如同她所写的 78页职业计划书那样 一步一个脚印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奥运冠军 女双 女单的冠军奖杯 都被两个女儿拿了个扁 其他三个女儿也各有所长 彻底摆脱了底层黑人的窘迫处境 更让人振奋的是 这并非是不可实现的白日梦 而是改编自世界知名网球运动员 大威和小威的真实经历 这意味一个家庭中的教育理念 极为重要 正是父亲从小对他们的严格要求 塑造了几个女儿 不同非凡的人生命运 父亲也并非 鸡娃到走火入魔的人 而是在大女儿的抉择上 学会了放手 让她懂得为自己考虑未来 这是因为父亲的心中 不仅装着成就 更装着满怀的爱 因此 几个女儿不仅没有被恶劣的底层环境压倒 反而生长出了自己的质押与力量 成为真正强大且优秀的人